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款清爽开胃的煎包 现做现吃,不需要等待发面的时间 准备面粉300克 加入4克酵母 多加一点促进它的发酵 然后加上一小勺糖 再加入160cc温水 因为我们要快速地吃上 所以这里必须要用温水来和面 然后将它揉成一个面团 多揉一会儿,将面团揉至光滑 将它放到一边 我们现在来准备肉馅 今天做西葫芦口味的 然后将它放到盆中 放一勺盐 将它腌一下 搅拌好以后,放到一边 让它腌制,腌出水分 准备适量的猪肉碎 然后加入姜 葱 这个做料我建议大家多加一点 这样可以去腥 做出来味道会好一些 适量的料酒 少量的13香 然后浇上滚烫的热油 将它炸香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将它这个水倒掉 然后将它切细 放入盆中 和肉馅放在一起 加入适量的酱油 蚝油 再放一点点食盐 然后再放一点鸡粉 最后淋上一点香油 将肉馅充分地搅拌 肉馅和好以后 我们现在就将面团 取出来整形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等待 夏天的天气 你看肉馅一做好 这个面团它就发起来了 将面团轻轻地揉搓排气 将它揉成一个长条 揉成等份的剂子 然后将面团擀开 包上适量的肉馅 就是一边包一边往上提 包子是一边包一边转 然后往上提的 这样做出来 它的包子才立体 然后馅呢 也能在正中间 将它做成鱼嘴包 或是做成封口的都可以 不能够做成鱼嘴包 我忘了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是做生煎包的话 一定要将口封住 然后呢 封口朝下 我做习惯了 忘了 将它封住 做的不是很好看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是 正面朝下的 做成鱼嘴包的 做好以后 不需要二次发酵 我们直接上锅煎 今天我们做一个 不容易煎糊的方法 就是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加入它十倍的清水 将它搅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植物油 包子放入 先不用开火 好 放入以后 开中火 然后将这个水搅一搅 搅拌均匀以后 倒入 加入到这个 生煎包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可以了 这样既能够保证它熟透 又能够保证 不那么容易煎糊 盖上盖子 开中火煎 待它的水分快收干以后 将盖子打开 然后火力关小 撒上一层芝麻 然后转动平底锅 让它受热均匀 这一边干干的 这一边还是湿的 所以我们将它 转一下 煎到最后 它成了一个饼状的 下面 然后再煎一煎 让它煎黄一点 就可以出锅了 好 然后将盘子扣上 直接翻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的水煎包就做好了 一个芝麻的 一个葱花的 就这样看着它 如果您下词 下铃 eternal呢 盖子扣上 咀啫尔 咀啫尔 不仅 咀啫尔 就这样看着它